第二盘扮的都算是比较快 这边若可能在说要扮一些打蚁 就在说话 这个也能看出来 你看他一直在说话 他说话他肯定是扮打蚁 他也不可能说我扮ADC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扮掉了上单 你了 疼吗 没事 这个若真的是有点黑 说了半天 有可能草莓说了一句 上把我都那样了 对吧 这一把我要 瑞兹上一盘也是被扮的 对 瑞兹我觉得PD如果没人扮的话 他可能会选 是的 像鳄鱼和瑞兹这种一种 确实不能让PD定乱适 几格斯 那露鲁潘森 W的话 选的蛮多的 而且这边可能是觉得 几格斯实在太烦了 找到大后期的话 几格斯确实很巧 最优秀还是选露鲁 那还有个露鲁 选了 颖子可以拿潘森了 最优秀的选 潘森和锤石吗 锤石上一盘的话 适合表现也可以 我觉得 锤石放上还是拿的比较好 可以拿潘森 要舒服 现在第一梯队的打野 忽然 潘森锤石 就是潘森的话 基本上你能抢就先抢 两个比较长的点 锤石又是社和可非常喜欢用的 而且锤石这个英雄就是打 不管是对面是哪个英雄辅助 都比较好打 我描选死哥 66666 又是一个上单露鲁 雪雪在敌人 就是姿态如果选到亚索的话 他选个死哥 我觉得可以理解 他是这样的 之前我们都觉得 我的中单谁都不怂 国内死哥用的最好的是谁 姿态 对 你懂了吗 你这么一分析 点燃死哥 瞬间感觉很有道理 我觉得我对雪雪的性格 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懂了吗 什么 好有道理 秀你一把牙索 不好意思 我之前秀过了 对不对 这局我来教你玩死哥 姿态 姿态懵了 姿态什么 花条 死哥 姿态正名之战了 姿态 他用的可是死哥 正名之战 我觉得这真的是 这两个大中单杠上 杠上 杠上 绝对是杠上 我刚才还反应过来 你这么一分析的 我恍然大悟 很有道理 作战心理 柯南这边又是拿了这个 维克兹 这个阵容有点缺前排 前排会不会又拿木木 我感觉又要拿木木了 你说呢 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又要拿木木 因为这个阵容真的缺一个前排 需要木木 控制也很差 对 肯定还是木木 我觉得 木根纳的话 不是说控制也可以 也可以 木木加木根纳加死哥 这不是S2时候的阵容吗 应该还是一个控制 我觉得 这 这什么 谁打野你告诉我 谁打脸你告诉我 传长打野是吗 传长打脸 死哥打野 难道 死哥打野 不会吧 上单传讲 不好吧 什么阵容 这we现在阵容拿的 别人阵容是潮 他们的阵容是拿的 潮的没编了 对潮的没编了 他现在在引领潮流 这个阵容没见过 船长上单 奥巴马上单 船长中单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还是船长达野 我觉得船长达野比较靠谱吧 什么情况 换来换去你看 船长达野了 草莓现在英雄池有点深啊 对啊 66666 他是上单的死哥 上单死 不对 这什么情况还在换 上单 怎么还在换 打野死哥 真的假的 好像是真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版本 死哥那个Q可以触发红buff好像 让我想想死哥打野有什么好处 他除了破碎幽灵之金 莫刷野速度奇怪 而且还不需要恢复 对不对 我们这有点 有点在找台阶上 为什么笑成这样 感觉有套路 柯南已经笑的不行了 有套路有套路 W这边除了微笑没笑 其他人都在笑 不是吧 这个阵容真的是 吵爆了 不是 W选了这个阵容 IG肯定就瞬间心绪开始不明了 IG心里想了你什么意思 对吧 然后这里就下路拿出了 他们在上一周比赛里面 表现非常好的阵容 上单的杰斯 还有ADC的这样一个EZ 对 而且他们选这个阵容 解说好尴尬呀 说好的死哥 教姿态做人呢 对啊 把死哥去打野了 我觉得这样多好吗 对啊 死哥最后是打野吧 我现在认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切换画面前一秒 死哥还是打野 你死哥打野 他没回复能力啊 我就去转啊 好 我们看中文影片 都已经准备优区了 一起来看这场比赛 到底谁会打什么 死哥打野没错了 好 好 死哥打野没错了 神奇要看英雄联盟 神奇又不说了 死哥 这个当里面用了个死哥打野 而且这边船长的上单 这个抗压装出的 防御天赋 而且影子要记得留闪现 因为因为死哥他有个W 你需要用闪现去躲掉他W 会比较好杀 死哥这个干客是怎么干的呢 上个W 然后上去A人 想起来感觉他蛮逗的 做一下check 看看这边还要 果然是要打野 Q一下 Q到了 果然是要打野集团 两边其实也都懂了 这Q可以探视野 其实是很没道理的一件事情 好多人啊 一团的话 感觉W这边好像比较有优势啊 对打不起来 刚才也是因为莫干达刚用过Q 可能再不想去探了 不知道是打算怎么玩 感觉这一局一集团 在等时间 只能55秒要出去 还在等还在等不着急 现在不用着急 这个我们就说了 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但这里的话是一个4打5 对要抢这个蓝 对 姿泰这边坐的比较漂亮 姿泰在那边等了很久 给了个眼 那上灯 哎呦 若这边稍微输一下血量了 而且 哎这里中路直接交了点燃 姿泰这里挖杯水血见面套点燃 一击 又被Q到了影子这里很危险 反三要交闪现了 来不及了 哎但是抢到了这个蓝 不过没有什么意义啊 微笑这里 不过影子好歹是把这个蓝 的经验给吃了 是的 这也算是不信中的万幸了 对 现在对于死哥来说比较难受 如果这边都没有用到重击 但是他打第一个蓝 buff估计会比较伤 他这边打buff会很伤 影子是复活以后快去轻buff 这里 对于达里来说是有点转啊 是绷得比较紧的 是的 如果这里马不停停 赶紧来到自己的蓝 buff 不过他这个小身板 打蓝也是要废一会功夫的 是的 而姿泰这里的话 这里上线被打了一波 其实现在被压了二级以后 也比较的伤 你看死哥这个攻击的动作 普攻真的是有点累 不过他这里一定要控制好这个 Q 因为打这个蓝buff 一定要他最好只能Q到一个人 他就来一定有点晚了 但是死哥这边状态不是特别好 而且现在是没什么蓝的 看潘森这边有没有机会 很危险啊 影子这边也是有闪现的 要找闪现吗 定住一下普攻 再打一下 漂亮 影子是环影颜色 拿到了弱的人头 对 毕竟现在死哥只有两级 而且刚好死哥现在又没有蓝buff 那他接下来怎么办 这个就很头疼了 弱这番的死哥 影子这边非常聪明 就是打你打野 是的 反正其他路你们自便 没有想到啊 这个打野我肯定是要控制的 对 如果能够给蓝buff那边插一个眼就好了 嗯 嗯 等一下这边有蓝buff 所以清线耗血都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现在影子拿了一个小优势之后 接下来 第二个蓝buff刷了也不一定能够 W这边拿得到 这里 关键是如果如果这里没有蓝buff的话 他清野的效率有点慢 对 哎他回家还出了个鞋 这 不知道 大概是为了献上蛋科 这个鞋出的是很迷啊 真的是比较迷的一个出装 哎呦这双muff的影子在野区横着走啊 你遇到我怎么挡 而且影子回家说不定再带一个眼 那这样的话死哥就真的是有点难打 是 这死哥不能被潘森抓到他走路的路线 一旦被抓到他在哪儿的话 那么很容易被抓 因为他打野实在太伤了 很好下路是W的优势 不过上路的话 因为AP上线比较早一些 草莓就是 只能是抗压了 用QO来补刀 而且他的出装本来就想好了 对 磨屏加红薯 这边草莓已经回过一次加量 他是一传打完以后 回家然后传送上线的 他不是说就是回家补给过上线 对 现在还是吃不住这个消耗 对 现在消耗屏已经带的非常多了 这W线上还是不是很好打 主要是野区这个死哥 现在没有办法对线上形成帮助 是的 有几条线 自己都自身难保 对 几条线都得缩着的 哎感觉 插个眼睛 他现在就是 防止对方的事情 特别怕 对 这个眼看到了 而且潘森这个说 完蛋了你没闪现怎么跑 红麻布年少 黏住了 这个W 这个是跑不掉感觉 但是露露来了 这边也有加速 这边也有加速 最后一发Q 没办法 直接给了点燃 这边雪雪是不是有点冲动啊 可以打雪雪 很漂亮 闪现好像交的有点白大 完蛋 慈喊打到一个人头 这个雪雪打的有点略凶啊 不过下路小孩又是开张了 是杀掉了莫干娜 而这边微笑对拼的话 也是稍微有点心虚 对 但这边冰线已经来了 看一下这边毕竟是1v2 微笑这里还要稳一点 稳微稳一点 微笑这边怎么会 刚才应该是被勾到了吧 对 莫干娜是被勾了 或者是主动 看他有盾 一般莫干娜是不太会打主动的 特别是在对面有垂石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前方 其实ID线上优势很大 四条线全线优势 刚刚雪雪是有点失误了 他给了加速走就是了 这边拿到死哥 感觉有点 队友有点郁闷 看下下路怎么回事 还是莫干娜先上的 先上 就莫干娜在下路打的时候 如果先Q到了 是肯定有机会上的 但是这里反手被勾了 这一勾真的是 因为他把盾给AD了 插着小兵过来的 插着小兵过来的 哇 闪现躲Q漂亮 所以说莫干娜的Q还是在随时出勾的那一瞬间 因为随时出勾是挺慢的 他最好是能够在随时出勾的一瞬间把盾给掉 是的 不要提前给 提前给的话只能给一个人 第一次要直播 雪雪和Illusion 可是这局可以看看Illusion他 霸气的潘森打野 真的是放出了潘森自己又拿了一个死 除了这个 就强行自信啊 不过这个的话蛮好的 其实对于我们的比赛来说 这样的话W战队其实是在自己已经稳出现 并且对排名不会有太多改动的时候 拿出了一些新的阵容新的尝试 而且现在死哥已经5级了 5到6之后 观赏性还是蛮不错的 对说白了 我们需要这样的比赛和这样的选手去拿出这样的英雄 因为如果总是那么很保守的去打的话 总是那么几个英雄看着也觉得挺累的 对 因为联赛是有很多这种 不会太影响结果的比赛 所以说选手们可以打得更加的 就是说飘逸一点 你说你要去参加S系列的这个世界大赛的话 你没自信拿出这样一手肯定是不行的 有一个队 M5 M5那个还是有自信的我觉得 他往往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关键他们队就是 现在应该叫Gunbit 我觉得他们队就是什么阵容都喜欢拿 就是不管是什么英雄 他们都就强行自信的出来 所以说他们在整个的世界发表之内 粉丝数量中国 你说这个蓝会不会死哥 不会 失下经验到6级就可以 对 那这样的话 他只要有进破就行了 只要有进破就行了 他现在这个刷野的速度也算是不错了 等级毕竟起来了 对 而且他这边出鞋的想法可能是 我没来了就回家 没来了就回家 来到野区的速度会快一点 对 他只能这么去理解他这个鞋了 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理解 待会再附魔一个家园位置之类的 真的是 强行补给 这个叫强行补给 上路PD回家直接吃女神之类 上路草莓这里做的还不错 而且他已经出了这个贪婪之刃 配合着本身他Q技能额外的这个赏钱 这个就经济上面 可能在落后十几刀上也会差不太多的 对 又Q到了 这个又要顶着B线上吗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打一波小号算了 这边莫干达有盾的话 微笑是很胆很胆大 对 上去耗选 而且小孩是好久没回家了 是的 这波回家以后看一下更新出来的是什么呢 耀光 非常符号 我觉得确实这边下一波有可能会想打 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对方有个死哥 微笑这边感觉要用大招倾一下冰子 赶紧回家 是的 如果现在可以支援一个大招 配合草莓大招 等于说是一个全球流 对 所以说IG这边下路想开的话 还是要考虑清楚 是吧 而潘森的话也算是一个半球的一拳 所以这一盘两边可能前面的节奏会稍微快一些 没错 大家的支援都是非常的快 而且草莓这边其实选拳奖的话 他的一个塔下补刀能力特别的强 根本不怕你就是把兵线推过来 还有一个睁眼插下来没有眼 而且微笑刚刚好是回家了 这一波小龙的节奏抓的不错 对 但是在这波小龙之前 其实两边的经济没有差 他们这波小龙就拉开了一些经济差 W的线上其实也是打得还算不错 是的 潘森这边 刷了一次之后 就感觉没什么太多作为 可以考虑一下去抓这个苏哥 还等6吧 6以后直接可以跳一波 他现在7了 其实他这边拿的是不是就是 你潘森可以跳我下路 这时候如果我打野不在的话 我直接开一个大招 这样的话配合我下路一个高爆发 而且船长的大招配合 就是他这个大招下路二打三 是一个全球 船长半球吧现在 死哥这边来干渴了 感觉干渴的 这边稍微小心一些啊 推开一个大招死哥有没有大 有减速的效果 小蟹上来了 潘森这个手来了 感觉有机会啊 这个大招我们可以做死一个 先杀掉死哥 哎 这一下这样的不错 死哥是临死开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没有意义了 这个大招大概是下下了 下下吧 就是总要把技能用完 这个大招开的稍微有点浪费啊 这个大招 CD蛮久的 而且这个大招开了之后 IG这边下路就不怕了 你没有大了 我总觉得死哥死了以后 不开大招 是一个容易被人诟病的事情 我还是开了吧 就是弹幕上面就是一片 死哥都没开大 死哥都没开大 怎么玩 这个死哥怎么玩 贺鱼压力开了一个大招 就像你死之前没有交掉闪嵌或者光盾 或者点燃影 我想到了纳美的那个光盾 这里是出了弹幕 又上点燃了 这个大招 雪雪真的是见面就点燃 自在这里还有光盾 有护盾啊 这个杀不掉的呀 哎这个走位不错啊 哎 要反杀了感觉 还有没有Q大招 有大招 哇 这个中端 哎呦这个Q真的命中姿态有点吃不掉这个伤害 对 雪雪是成功的把姿态的这个好胜心给勾引起来了 姿态刚才是想闪现躲这一发Q的 但是没有躲掉 没办法 他的闪现捏在手里面 吃不准 这个Q真的很难躲啊 你说你躲个九种能Q 可以理解 我露露这个Q出手又没什么动作 其实他要是躲掉了就神坐了 就亮了 对 我家直接大大大棒 这姿态真的是拼得凶起来了 看另外一边的话 雪雪是大胸杯 而姿态这里是大棒 要把伤害打到足了 这边EJ 压得很凶啊 我现在IG还是优势啊 中塔 应该是刚刚破掉了 上路这边感觉又要出点事情 中路这里的话露露还是有蓝Buff的 这个蓝Buff真的假的 真的吗 真的刚才拿到华条的 上路PG这里是做出了魔踪力刃 我感觉弱这边好像真的就是两耳不闻窗外是一心只刷野 什么都没做 他现在杀了56个野了 9级 等级各方面都没落后啊 是的 很不错啊 但他 那他也没帮线上啊 帮了 帮他不帮一波吗 帮到 你这个好黑啊 你们怎么那么黑 这死哥拿出来 现在看起来效果比较一般 发育倒是不错 是的 在W这边蓝摔了 看算不做点什么吗 你看死哥这里直接是捡CD鞋回家就做出来了 简直是为了大招 他是想好了 我只用大招帮你们吧 反正我只有一个大招只有这一个技能 这个出装是迷啊 真的很迷 小潘森这边 哎跳大 草莓这边没有闪现啊 直接敲晕了 敲晕了 而且蓝buff这边还可以做点什么 看一下IG这边已经打掉了 已经打掉了 敲晕在塔下 但是这个位置又比较尴尬了 八条直接过来的话 W不好打得撤一下 对 二条这边其实也可能只是 逼一下W这边走 对 现在IG全线优势啊 上塔也破 而且现在还没有看出死哥的作用 可能在终极爆弹的时候 打招啊 打招啊死了放大 其实也没有那么激烈了 不是你看啊 他捡CD鞋 你给我一个解释 就是为了大招赚得更快 对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为了大招赚得更快啊 对啊 就是初期我能够使用更多的大招 老实说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你用大招的 对不对 随便黑一下其实就是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他这个减CD鞋的作用好不好 酷 酷这个解释也是很没道理 诶 这边是要干嘛 可那你 这个没道理啊 诶 勾到了 没有盾牌呀 背向这波有点尴尬 诶 玻璃大招看得不错 拉过去一波传送 这波不一定 那是谁 小孩这边应该可以换掉 船长过来 啊 死哥大招的威力提现了 还不错还不错 一换二 诶 走位很缥缈嘛 勾到尽可能拖延时间啊 看看这波死哥大招 不过要看IG这波支援 感觉过来有点慢一个 哇 差一点点伤害 还要反打 还要反打 八条跟露露在纠缠 露露已经被打成了残血 PD这边 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是的 只要看潘森的位置 哇 躲开了 漂亮 这个躲到PD有点郁闷啊 是的 潘森这个时候来了 潘森爸爸来了 稍微有点慢啊 这个想杀神 闪现 哎 辅助不会吧 那这样的话自己也要死了 对对对 还想换一个 还想换一个 有机会吗 一发Q 以魔刀出发了 一发Q 没有放到Q 一阶大招没有刮到 关键时刻 露露给了个W 然后这里的话 哎 船长一个大招是打在哪呢 清线吧 哦 他是放在塔下 防止你这里有人追击 他刚才好像放在了这个 一塔下面 是放在塔下 他想杀姿态吧 我觉得 姿态刚才是残血 对对 这一波W 撞了呀 是撞了 这个主要是PED是跑过来的 这草莓是传送过来的 而且刚刚这边发条大招 确实走得很漂亮 对 发条这个大招没打到的话 就一切都是服务人了 比较至关重要 而且刚刚子哥的作用底线了呀 是啊 你看大招快赚好了呀 减CD猛猛 猛 所以刚刚EZ就是因果死哥这个大招 所以他死得那么快的呀 是的 我们一直在给弱开拓 小龙 小龙姿态这边 应该是可以控好了 我这边是要 30%的减CD 厉害 他是要先出重要呢 W这波稍微打回来一些 但是现在局势还是IG在掌握 对 刚才本来就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可惜的是发条没有大好 对 然后杀人剑 PED杀人剑 这 6 6 就是这种装备 而且上单出的话就是不成功变成人 杰斯出杀人剑真的蛮少 因为杰斯他出装备很快的 他一般都会出大剑 对 他出杀人剑的话也就意味着他要打架了 而且像杰斯这种的话就是 一波技能放掉然后只能贴身打了 出杀人剑老实讲在后面肯定是要换掉的 因为杰斯更新装备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后面的装备一会就会出满 我倒觉得一字应该出杀人剑 嗯 这不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路数吗 可惜 我觉得发条可以出个杀人数 因为这一局的话 对啊 像潘森啊 上单啊杰斯啊 都比较脆 我刚才那波草莓是偷到了不少人头啊 你是四个人头在手 是的 他哪儿偷到四个人头 刚才刚才传统下来 收了很多 一枪一个 潘森最后也是被收掉了 我弱的刷到十一级了 弱都十一级了 不敢信 十二级 这个等级太吓人了 影子才十一级 就弱的什么都不管 就只顾着刷 这也好支援个大就行了 真的是一点都不管现象 是的 我支援大招就行了 我刷也别打扰我 对 他这波刷的确实不错啊 性价比很高啊 对啊 而且这个弹帽和互币都是成长性的 我觉得还是影子应该多找机会去抓这个弱 不过现在抓的话可能会有点晚 现在抓了打得过吗 对 人家跑的就行了 这边上我有点想起 让他刷起来了很烦 这种死各种英雄就不应该让他起来 下波PD是有传送的 哎呦来了正说人来了 看看这波下路的包抄 反正也给大招 两个人微笑这边很难不跑了 可难直接给大招 但是大招还没有二段的伤害 直接被秒掉了 微笑的话能不能粘住 一个大招 哇这个大招 挂死了死哥 哎呀 一个大招 所以就是又是不值钱 反正我放一放吧 对 但他现在是有两级的大招了 所以说他这个大招 无论是伤害还是CD上面都是不错的 但是老实讲真的没什么用啊 早放早CD 早放早CD啊 对 你看我 你这边打我一波 我死了以后放个大 你什么都干不了了对不对 你只能回家了 不是我拿两个人投一个塔的呀 这个我们帮他开拖 已经开拖的够卖力的 但是还是没有看出来 强过阵大概是 他大概是想把死哥打成第二个C吧 第二个AQ就是刷是吗 对就是刷 就是打野的作用 他唯一体现在就是 可能如果我赶不到战场的话 我就用大招来帮忙一下 对配合草莓这个传送或者大招 对然后我就单人在野区里无脑刷 但是现在看起来效果好像不怎么样 反而影子这边每次都打招好像成效更好 是的这边和队友更有配合 而且影子这边 哎呀这里反蓝了 出了个水银血 这个反蓝 对打死哥肯定是要控蓝的 所以我一直在奇怪 为什么影子在控了第一个蓝之后 就没有再控蓝了 这个蓝怎么抢 看看 两边都在找机会 先轰一下 这边绕过来了 那么这个蓝 拉到了草莓 但是他有橘子 这个蓝buff是给草莓拿了 草莓拿到了 草莓一发Q是收到了蓝 是的 这个也算是 草莓很开心 也算是成功控蓝了吧 我觉得 反正中单和死哥都没有拿到蓝 船长拿个蓝也不得了 是的 这个真的船长拿个蓝 他Q的CG小了 他等一会打钱 数量会非常的恐怖 但现在问题是 艾奇这边几个人的装备实在是有点好 小孩已经隐血了 而且艾奇这边在B团了 这个团战打起来 现在这种装备的死哥 真的能站在战场上吗 不能 还可以 还可以 这里开个盾下来 这个大招不错 遇到三个 三个 小孩能不能秒 叫出闪现 以后干锅就了一下姿态 在他打招 几个人三个 哇 配合小孩的大招 打出沉顿的伤害 B小已经残血了 没办法输出 小孩拿到了蓝 看小孩这边 小孩的位置 稍微有点危险 被轰死了 好尴尬 这样的话还好 W总算是换掉小孩 但是这边影子 影子是想换掉微小 没有成功 但是PD拿到了人头 一波二换四 PD还在扛塔 不知道 那小孩这边实在是 哇这个点塔太快了 一脸有点 刚才姿态那个大招 放的太漂亮了 直接是拉到三个人 姿态大招配合小孩大招 是完美的一个combo 对 小孩跟最后是有点冲动的 而且他如果不冲动的话 打死哥就是这样 不要站在他圈里面打 这时候W稍微有点着急 他们开团只能依靠柯南 柯南这个团开得很漂亮 很不错了 逼出了小孩的一个闪现 还有一颗干锅 对 帮姿态解掉了 这一下真的是很nice 弱现在进场的话 哎呀可惜就是这个姿态的大招 这两个大招 拉得太漂亮了 然后弱在关键时刻没蓝了 其实刚才不应该杀掉这个弱 放他在那里挺好的 对放他在那里打一会儿 小孩这边稍微有点冲动了 直接在 死哥的圈里面 对 这个伤害还是有的 然后死哥这个大招 又没有收人头 韩森这个跳过来以后 就要这个闪现强杀微笑 这个很漂亮了 其实 这个PD是完成了 PD这边杀人剑是叠了点层次 对 不过这样的话 Ig已经是权限的优势了 他现在打团感觉不会输了 除非花椒大招没放中 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再 不会再发生了 是 而且死哥现在的出装 他是想 直接出中亚 但是他这样还是会很缺烂 他现在没中亚 站不到场上 我觉得他可以考虑在之前的时候 出一个女神之类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 反正我在野区可以慢慢刷 对吧 一直是技能 其实也不错 但他现在的情况就是 像刚刚这波团一样 打到一半自己没蓝了 而且Ig这边做的还不够聪明 他们如果不杀这个死哥的话 死哥就真的是 只能慢慢慢慢悠悠的拼 刚才就是不杀死哥 留到最后再杀 对 派个辅助一只跟着他都行 真的 现在的问题还是W这边 跑马马的装备有点差了 是的 现在跟 EV的装备差的有点太大了 嗯 而且W现在开团有点太困难了 然后柯南又没有闪现 下一波怎么开团 这边推塔的速度有点快 而且中路两个人也在推 对中路 中路有PDD啊 这个推塔的速度 可不是一般人能比你的 船长直接传送回来了 中路要开团吗 可以留下潘灯和PDD 这边选择直接闪现过来 留PDD PDD出发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秒掉一个 还不错 哇 EV的一个大招很漂亮 这边想杀影子 应该是有机会的 这个大招还没有毒死 这个伤害有点小啊 刚才是垂直了一个灯笼 加上姿态的一个盾 嗯 而且这个隐魔刀也是有点效果 是的隐魔刀这里直接出发了 不得 没什么伤害啊 其实刚才是出发隐魔刀 所以看上去没什么伤害吧 嗯 伤害也不够高 因为他是先出了中亚 这样的话 达瑞是拼了命 只是换掉了一个 PDD 对啊 而且雪雪也是交闪现过去 想强行的留 这一波打的算不错 但是无奈 伤害实在是太差了 死哥总算是把中亚做出来 但是 真的能让他 跑到战场里面吗 来 陆陆拼了 直接出杀人输 又有发条又有垂直 这个死哥感觉 走不到战场里面 就会死掉啊 而且刚刚也是EZ一个大招 似乎抽掉了死哥的人头 这个就是 看W 留到了EZ 这波不错 大招减速 哎呦 姿态这里 感觉要死了 大招拉了一下后面 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卖自己了 还来 潘思要取消大招了 完了取消不了 看PD过来 还不错 这波感觉Edgy有机会吗 小孩的输入环境不错 先杀掉了奥巴马 草莓的话也是残血 往后撤一下 PD被换掉 但是小孩还在战场上 能换掉雪雪吗 一个大招 没有拉到草莓 但是可以杀掉雪雪 再跟草莓的大杀 哇 EZ应该是拿到了三杀 是的 EZ这边是仗着自己有着光盾 所以直接是 站到死哥的前面 我觉得IG打起团了一点 不讲道理啊 PD这一下真的是 3v 3v5还要打 不是刚刚小孩的舒适环境太好了 太好了 没人理他 PD真的从侧翼过来 就是天神下凡 像Q到人寻庸 就感觉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小孩 对 小孩就在后面很舒服 而且DD是出了神秘之箭的 这样的话肯定是嘲讽之next 把他点一点然后就走了 小孩的表情 小孩的表情其实蛮淡定的一只 嗯 小孩这盘EZ也算是 要carry了 要carry了 对方他的输出环境也蛮好 几个大哥能够帮他分担很多的伤害 哈哈 能帮他承受太多伤害了 像PD这种 大家肯定会先打PD 对 PD又出了个杀人箭 然后没位移没位移弄他 而且他有杀人箭 杀他不是 这么让他叠起来 杀杀杀杀杀 然后他就不名其妙 你看草莓很有趣 草莓一开始申出了个日盐 然后当发现对面没有人出防装的时候 他说 找个电刀吧 又来到雪雪 这一碰就打中 哇 EZ这个大招好痛啊 小拉PD过来 但是PD 压根没有打算踩这个灯了 哇 雪雪雪雪好尴尬 被卖了这个 看起加速要溜了 但是死哥大招怎么打 有没有盾 小孩给了他一番W 这一刻总算是体现出 死哥的一些价值了 对死哥大意还是有用的 想跑 收了一个残血的辅助 可惜了 刚刚花条没有盾 有盾的话应该不一定会死 死哥这里的这个大招现在转得又快 根本就完全没关系 而且他打算直接buff伤害 打算出法穿了 嗯 感觉还可以打一下 看下死哥现在304的 好吧 82 PD这杀人剑有八层啊 而且我觉得死哥应该出杀人 杀人输对吧 嗯 他每次都死了 他每次都死了 出什么杀人输啊 除非他一辈子不打算杀人团 就是用大招支援嘛 我觉得小孩可以出个杀人剑了 这一把就大家一起都出吧对吧 对 而且小孩这一局因为 队友帮他承担了很多嘲讽之 我发现连续两天的比赛吧 最后一场都是要打得这么的激情 如果现在等级有点高 14级 他这个等级追着中单在走 对 PD装备马上就要满 我觉得杀人剑真的 估计马上就要被替换掉 他现在太有钱了 从上一场开始你就一直想 然后人家把杀人系列替换掉 没说不定这个杀人剑 为什么 就是为了承担一下嘲讽之呢 就是吸引一下火力这样的话 小孩就有发育的空间 输出空间 那你不如出个蓝盾 那你不如PD所有人打一局来杀我 不是 终于是升级成了魔切 发条有蓝吗 反正是他蓝了 发条没蓝 要不要蓝无所谓了 他觉得PD说 姿态你团阵放的大就行 对吧 后续伤害还要看我 得给微笑吃一些经济来 微笑现在装备稍微一点差 落后一件这个轻语 嗯 下一件好像出轻语也意义不大 艾滴这边好像没有防御的装备 感觉下一件 有点难以抉择 我觉得死哥出中亚 不如说女神 女神 法杖加上帽子 但他出那一套的话 真本就上不来 他现在也站不住啊 他现在至少能 有个中亚 抵挡那么几秒钟 我是觉得 W这边还是缺点伤害 是有点缺伤害 他们在这个AD值到一定层面上的话 即使对方没有防御装 出轻语的收益也是最大的 所以他这边还是打算出轻语 诶 大龙 好猛了 IG对面真的是演得很像 演得很真 跟真盾什么 带感 真真的 演得真真的 已经都说我有盾 我可以扛 再扛一招 来不及了 这怎么办 一看 结束身上怎么有个大龙BOB 这是WE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套路 之前将会看到有死哥的时候会这么去偷龙 主要这一盘影子和小孩两个装备太好了 你看他们两个装备领先全场 影子的装备是照着PED的装备走的 你看 这一个打野怎么装备的这么好 诶 没勾到 不是 小孩特意把小龙拉走了 是的 给小龙闪转腾笼啊 躲了一勾 现在经济领先的话是不到1万块 而且现在在30分钟的时候 IG这边早早的有了一个大龙的BUFF 而且你双方打团的话 其实说不准 就是要看 就WE这里非常的讲究什么 讲究每一个人上的顺序 W其实跟少曼一样 还是一个纷针的阵容 他们这盘不管是船长 还有这个露露 都是没有办法一下把爆发打出来的 还是要多放几轮的伤害 IG的话发小的大招 微笑的位置 被控住了 这一下柯南Q做的很不错 勾一下 哎 很聪明 勾柯南但是很难 这个勾太难了 刚才微笑身上 刚好来了一个小兵 下落塔刚才说 我刚才推了一会儿了 下落塔 这个小孩的伤害有点高了 拉到了弱弱近身 被迫交出来 打招 啊 交出闪现的微笑这个好危险 我莫名中枪啊 赶紧回家 对 但是这个塔是要不了了 一勾又是没有拉到 潘森过来 感觉时刻要跳大了 大兵这边要稍微小心一些 虽然 潘森在带中 中路感觉有点危险 虽然发条是没有大招的 这台线是没有大招的 哎 这里一个大招只连到了 是有可 还不错 先杀一个锤士也是可以的 定到了小孩 但是潘森跳歪了 潘森跳后面 草莓先被秒 PD往前一跳 死哥又没有大招 老师微笑 微笑这边被晕到了 再交一个断PD强行换掉了 那的话打了一个迂换2 爱奇应该是可以把下路的水晶破掉 不好打啊 即便是姿态没大招 但是W想强行开团还是打不过 真的 真的 死哥还是没什么用 哇 这个伤害 而且刚刚这波也没什么人打死哥 哎 这一下很漂亮 意识躲过了这一把Q 其实小孩真的这一把一脸做了很多次 小孩现在装备相当的无解了 是的 我觉得刚刚这波死哥说不定 死在那个地方可能会好一点 咱们立其实留不到人的 他就柯南那个大招开的已经不错了 留到了一个人 但是杀到一个锤石后面的人就没办法 对 你这边其实用了大量的技能来杀这个锤石 而且锤石关键是死之前把大开出来 嗯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爱奇其他人又相当的灵活 招妹已经每个人都很好 主要招妹差也太大了 咱们立的话现在打团队真的升算不大 还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死哥加上船长的大招 然后死哥上去慢一波 然后把埃及留在圈内打 就是W现在有控制 有输出但是没控制 每次都想依赖柯南的先手 但是他的闪剑能有多少次呢 而且他后面的话 埃及几个人的女药各方面一出来 就莫甘娜更难开到人了 是的 而且每一次W这边可能有机会的时候 死哥有时候率先被打团队 没办法 对 开盘就少一个人 直接一个 水银刀 他是把什么出身水银刀 他是把一个720出身水银刀 我还以为他要出女妖来着 这个装备 这个伤害 有点高啊 可怜的弱 每次被被打了一下 就得回家 这点灯牢 W这盘的话有点难了 是的 而且PD这个AD 现在应该是巨高无比 巨高 嗯 他这一个 466 466 好像是 466 424 刚好大龙BUB消失了 这一炮过来 哇 好痛 好痛 那如果大概又得回家 如果每次都是出去 然后吃PDD一个技能 然后回家 又出去又吃一个技能 又回家 打热 打热 现在主要是没有一个能留人的扣 嗯 就是硬生生用肉体去挡这个炮的话 可以考虑让船长打先手 大招先手 反正这边又有一个垂石 还有一个发桥 现在又有人来挡枪了 弱的话承担这个任务 勾到了 现在可以打柯南 柯南很脆 船长这边 两边的辅助都是残血了 哇 中亚 这一队大招来了 哎呦 挂到稍微早了一点 对 但是Q没有Q到 好的 又是一波技能 没有杀掉这个弱 其实弱这一把 已经多次极限逃生了 W又失去了一波开层的机会 但是这个点塔速度实在太快了吧 挡枪啊弱这一盘真的是 又需要下人位置 自在现在身上还有大招 还记忆是破掉了所有的水晶 哇 这一下 这个W 这个打得太痛了 草莓这边 实在是留不住啊 哎Q到了 但是 没有然后了 没有伤害 打不掉他 这里还在点塔 哇 这又把弱打回去了 草莓这里 草莓直接在家里支援一个大招 但是大招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如果说我大招都给了你们不上 现在是难以承担这个伤害啊 看一下啊 如果感觉要死来 要死在泉水里了 哇 真的是死在泉水里 大招再拉一下微笑一个Q 给了护盾 然后雪雪的大招也是放了 但是基地要被拆了呀 小孩在这里猛猜吸地 而且那边PED是收到了柯南的人头 这里应该没什么机会了 此刻打野的反面叫感激了 感觉两边的队伍这一把都玩得很嗨啊 比较娱乐 对玩得非常的嗨 我们恭喜IGB成1比1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